普京亲口宣布五月访问中国之后 彭博社援引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说 访华日期确定在五月十五到十六号 届时普京将向习近平赠书 并要求进一步扩大俄中贸易 普京一年内的第二次访问北京 正值俄乌战争紧张之际 法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 准备向乌克兰派驻地面部队 美国领导的七国集团 要求中国停止援助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北约领导人警告 中国不能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两全其美 那么普京为什么急于拉拢习近平 中国在维系俄罗斯战时经济方面 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北京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首属两端 希望两全其美的政策 还能维持多久呢 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 仍然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和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看到这个继俄罗斯总统普京亲口宣布 五月访问北京的计划之后 美国媒体援引俄罗斯消息人士的话说 具体日期已经定在五月十五到十六号 届时普京要向习近平赠书 这本书是俄罗斯大文豪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一本书名字叫《怎么办》 并且普京将要求习近平进一步 扩大俄中贸易 我首先来请教西密士根州的王元刚教授 这本书外界都说送的是比较蹊跷 因为书名叫《怎么办》 并且还要扩大俄中贸易 有人说这是普京实际上要求习近平明确表态 你该怎么办 讨要中国的底牌 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本书是在1863年所写的 事实上是一本小说 那习近平在2013年的时候 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曾经引用这本书的话 然后他也提到说 他年轻的时候读过这本书怎么办 而且他自己讲说 当时给我很大的影响 那这本书一般认为说 他对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很多人广泛阅读 然后列林马克思 他们也都有曾经读过 所以说而且他的这个标题 又有怎么办 又有一个十分的耐人寻味的一个含义 所以我想送这本书 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 但是以中俄之间的关系来讲的话 事实上因为俄乌战争的一个结果 所以导致说这个俄国 这个俄罗斯现在非常的依赖中国 所以普京非常希望能够加强跟中国的一个贸易关系 因为目前这个 因为俄罗斯受到欧洲的这种经济制裁 西方的经济制裁 然后但是非常需要这个中国在一些武器的原料方面来援助中国 那中国实上也利用这种军民两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 然后不断的对俄罗斯输出这些武器的原料 让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产业能够不断的制造 各种不同的武器 那虽然说这个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了 但一般的美国方面 最近美国的官员也在国会听证上讲到说 俄罗斯目前的实际上军事的力量已经高于两年前出兵乌克兰的时候 因为他又不断的征兵 然后又不断的转变成一种暂时的经济 所以说他的经济甚至还在成长 而且成长的速度还比德国的经济成长还快 那能够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的话 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美国最近通过这个600亿的这个援助 这个乌克兰的方案 所以说这场战争可以预计说 未来还能够还会继续再打下去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 这个俄罗斯又更需要这个中国的支持 那普京跟习近平之间 他们彼此之间的私人关系 也是不错的 因为习近平曾经讲到说 这个普京是我最好的知心朋友 他在2019的时候讲到 然后他们面对面的这种会面 已经超过40几次了 那习近平也讲到说 他们对这种国际局势的看法非常的接近 那他们也都同时这个反对西方的这种颜色革命 那所以说他们也想要一起和共同的这种合作 来改变这个国际秩序 因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曾经提到说 就是说现在是个百年的变局 希望这个我们两国一起来推动 那普京他自己也讲说他也同意 所以说他们两个国家 在这种国际政治上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结合起来 共同抵抗美国 这种战略力是相当的高的 好 那么具有国家利益的这个相同 又有两个人呢 这个个人性格方面的心心相应 所以中俄关系的确不同寻常 从普京访华的时间来看呢 我们看到距离习近平从欧洲归来 连十天都不到 足见普京 这个见习近平之心切 有人说 普京急切与习近平见面 的确呢 给尚未在中俄关系上 向世界明确交底的北京 出了个难题 目前北京尚未宣布 普京访问北京的日期 俄访表示 要跟我们的中国朋友 一起来宣布具体日期 我来请教台北的宋教授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 是俄方剃头挑子 一头热 还是两国早有默契呢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俄国的文学家 确尔尼修夫斯基 所写的怎么办嘛 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两国 都各有两个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说 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那么俄欧战争打到今天 到底如何 才能够继续打下去 那么最终这个 并吞乌克兰 获得这个俄罗斯的胜利 这是一个怎么办嘛 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他有一个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坦白讲 对于真支持俄罗斯 这个事情也不需要交底了 你已经完全是露线了 美国的情报单位 都已经完全证明 比如说前一阵子 发现了一个俄罗斯的运步船 靠到这个浙江的舟山嘛 那么说是什么要维修 谁晓得你是在维修 说不定你在上货呢 上运往俄罗斯的军事用品等等的 所以对于中国也有一个怎么办 这个意思就是说是 你到底呢 你到底要跟俄罗斯继续纠缠在一起 然后面临西方社会对你的 越来越深重的一个制裁 还是你要断舍离嘛 断舍离的意思就是说是 你这个暗命的关系是走不了多远的 从一开始我就说这个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俄乌战争 基本上就是假中立 然后暗挺俄 最后就是真反美 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到一个怎么办 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选择 你到底是要继续跟俄罗斯绑在一个 就是所谓的火战车的轮子上面 继续在翻滚呢 还是你要慢慢的一种所谓的断舍离 虽然说你一时之间 你可能因为你们是老朋友 所以情感上很难争一刀割断 但是你至少也应该要渐行渐远嘛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俄罗斯基本身这个作品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具有很大的一个讽刺的意义 分别对于中俄两国投入出了两个怎么办 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 你这个俄罗斯战争到底 你要继续死残烂倒到什么样的地步 然后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你到底要不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那么要对俄罗斯才去断舍离 如果你依然是捆绑在一部火战车上面的话 我想西方世界本身 我想基本上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好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观点 一位叫瑞德克雷尔 说 另外一位叫李辉 必须抛弃普丁 否则万劫不复 不知习近平怎么想这个问题 那么随着乌克兰战场形势 开始向俄罗斯方面倾斜 美国七国集团 欧盟和北约 最近都相继表态 要求北京停止援助俄罗斯的战时经济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 还专程前往北京发出警告 但是北京恃口否认 我来请教王教授 中国在维系俄罗斯 战时经济方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发挥什么作用呢 这个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基本上对俄罗斯 是做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行为 因为俄罗斯受到西方的 有史以来的最大的经济制裁 所以它物资缺乏 然后又同时要打俄乌战争 所以说它在这种 很多的这种贸易上 需要中国的援助 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它的经济实力相当的大 所以说在这种工具的器材 然后居民两用的科技 然后还有像一些 这些半导体的一些电子产品 他们都利用中国 慢慢的输入到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目前的 暂时的经济 甚至说它的武器的军工制造业 事实上非常需要依赖中国的一个帮助 那所以一些统计上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 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之后 已经不断的在成长了 甚至已经成长到两倍之多了 已经高于大约在2020年左右的两倍之多 所以说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说双方的这个经济的合作 非常的密切 那同时另外就是双方的一些贸易慢慢 已经有很大的部分 已经开始用人民币去结算 因为中俄两国都希望能够去美元化 因为他们不想太过度的依赖美国 所以说这对中国来讲的话 对这个人民币的这种国际地位的提升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当然说俄罗斯的 它的这个经济能够成长 并不光只有靠这个中国 俄罗斯自己的一些反市的措施 像也能够抵挡住一些西方的一个经济制裁 像俄罗斯还是能够不断的输出 它的石油跟天然气 那以中国来讲的话 它很以这个廉价来购买到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 事实上也是有符合它的一个经济利益的 对双方的这种经贸上的合作 受到这种俄乌战争的一个驱使的话 会越来越紧密 不会受到影响的 目前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国政府 在俄罗斯问题上 受到美国 欧洲 及其西方盟国的强大压力 先是口头警告 紧随其后的就是具体的制裁方案 我来请教宋教授 您预计习近平 他会不会向西方的压力低头 为了国际道义抛弃俄罗斯 符合不符合习近平和共产党中国的利益呢 基本上由于美国在布林肯访诺之后 虽然就是讲了非常严厉的一种最后的警告 不过美国过去以来 就是说他口头上的警告 远远都于他行动上的作为等等的 所以这一种某种程度的一种 衰竟的一个色彩 也是使得中共有一点对于美国的制裁 半信半疑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觉得他中共的心态 应该是心里面觉得怕怕的 但是行动上还是不能够示弱 所以虽然说内心很怕 但是他至少要假装不怕 所以你刚提到这个普丁 为什么急于在习近平访欧之后 不到时间他就到了中国 我认为目的非常的简单 他就是要进一步的绑架习近平 现在就是说中国对他来讲 就好像大海中里面 急于去抓住一个求生板等等 但是问题就是中国能不能让你俄罗斯 继续的求生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虽然说是普丁想要绑架习近平 然后来为他的这一个俄国战争 来做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支撑等等的 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 中国随时也可能跟俄罗斯一样 受到美国的一个制裁等等的 刚刚王教授提到一个就是人民币的 这个去源美元化的问题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什么 中国的中共的一种痴性妄想 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美国基本上 还是国际的这个通用的货币 而且它是国际货币信用担保的一个支撑 你人民币如果被踢出了Swift的话 而且你不能获得美元的一个信用担保的话 你在国际社会上你连流通性都没有 你还形成一个什么人民币的货币交易区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 那对习近平来讲的话 邮报琵琶半遮灭 他虽然说很怕受到美国进一步的制裁 可是他为了要维持一种战略的一个态势 要维持他的大国的风范 他还是跟普丁这样子美来眼去的 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不是到此为止 为世界指明的超过280个方向 偏偏不能够为自己 为自己中国指明自己的方向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中俄的暧昧的关系 能不能走得很远 我觉得走不了多远 因为集结了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力量 我就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个中俄两个邪恶的联盟本身 能够抵挡了全世界对他的一个围剿 所以这条暧昧之路 中俄这条暧昧之路 逞得了一时 但是走不了永远 好 我们看到来看看网友们 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一位网友叫反共日记 他说估计傻子弟 傻子弟 这显然可能是指习近平了 估计傻子弟会继续援俄 但会有所收敛 让普京退出乌克兰 普京保留政权 小败即可 这符合欧美维持现状的诉求 傻子不死俄爹 便没有政权危机 皆大欢喜 世界格局就是这样 在延续相当长时间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还得继续做奴隶 三次世界大战 也得等到世界烂透的时候 才会发生 目前世界无伟人 我们这位反共日记 这位网友 他对俄乌战争 对这个世界局势 他做出了比较悲观的 这样一个估计 其实有的观点 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预计 习近平会有所收敛 让普京退出乌克兰 这样普京可以保留政权 小败即可 这也符合欧美 维持现状的诉求 我们这样 我们两位嘉宾 就非常非常简明而要的 看看您同意 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 首先 王教授 我觉得普京不会退出乌克兰 因为他目前占优势 就是俄军目前 甚至开始采取进攻了 战略进攻了 所以他已经占领 这个乌东的四个地方了 那甚至有可能再继续往前推 甚至推到这个聂伯和 那目前的话 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军火 也远高于这个乌克兰 像这个以炮兵来讲的话 有人说至少5比1的优势 那俄罗斯的人口 也是占据优势 所以他不可能退兵的 因为他已经占优势 好的 这个宋教授您呢 习近平是不是会收敛 我认为是可能会局部的收敛 因为我刚提到 就是说是 他基本上还是恐惧西方 对他一个制裁 因为对中共的制裁 不像是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为中共对于全球化 以及全球这个贸易的依赖 远大于这个俄罗斯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 我觉得怎么讲呢 对习近平来讲 是一个历史的抉择 你到底要牺牲14亿 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 去交换这个你跟 这个普丁的这种 所谓的好朋友 我认为这是一个 历史性的关口 也同时也是一个 重大的一个历史抉择 那么随着美欧国家 加大血本 援助乌克兰 法国 那个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 扬言不惜要派驻地面部队 跟俄罗斯交战 那么中国与俄罗斯 不是盟国 胜似盟国这个关系 就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代价 欧盟和北约都已经明确表态 北京不能指望 既要欧洲的经贸合作 又要这个俄罗斯的安全合作 我来请教王教授 您觉得北京将如何取舍呢 相较于欧洲来讲 俄罗斯对这个北京的 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因为基本上 他们在抗美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那他们两个国家 也都认为说 这个国际秩序需要能够改造 那习近平也同意 对普京的看法 就认为说这个安全是不可分割的 然后这个欧洲必须要有一个新的 一个安全秩序 所以说在这种很多的 这种国际问题上的话 双方的看法是非常的接近的 然后甚至说这种 彼此的政治制度 要互相尊重 然后在人权的部分的话 他强调说是发展权 而不是政治的权利 所以在很多的 这种国际的问题上 这种俄罗斯跟中国是非常的接近的 那虽然说这种国际的结局 我们知道国际上有这种 权利平衡的一个原则 那由于说美国是目前最强的一个国家 那俄罗斯跟中国是第二跟第三 所以第二跟第三结合起来 共同抵抗第一的美国 事实上他是有一个战略的逻辑在那里的 所以说未来的北京跟俄罗斯的关系 我觉得不大可能会断掉 那么当然习近平是希望继续保持 目前的这种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 脚踩两支船的这个政策 但是美国和欧洲会答应吗 美欧现在已经决心结束北京 这种首属两端的战略了 来请教宋教授 面对美欧严厉制裁的威胁 您预计习近平将如何接待北京 将如何对普京赠的那本书 怎么办来做出回应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也非常的重要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中共当然有可能会局部的收敛 但是我不认为中共在一时一刻之间 它会采取对俄罗斯断舍离的一个政策 因为这个显得太突兀 同时也不可逻辑 但是我认为中共会地下化 会采取后门政策 也就是说我正面不跟你美国 或西方世界对决 但是我走你的后院 我在你后面放火灶乱等等 来分化你这个内部的团结 所以我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讲 最好的选择就是说 你就邀这个普丁好好的到 比如说你这个习近平 你的父亲的故居 好好的去组一个读书会 读什么书呢 就读这个确尔尼雪佛斯基的这个怎么办 你们如果两个人好好的 组一个读书会好好念念书 也许这个对这个社会本身 对这个全世界来讲的话 也许是一大福气 好那么现在呢 这个聊天室里还有大量的网友们的评论 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些 首先是狮子先生 他说习近平访法后没有多久 普京就要访华 这是普京连任和恐袭后 首次出国访问 说明俄罗斯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 只有依靠中国 普京访华前俄罗斯突然镇压法轮功 这是普京在给习近平送上一份大礼 来讨取习近平的芳心 获取习近平对俄罗斯经济和军工生产技术的援助 好另外一位叫Victor Hall 我们追求世界力量的军事 中美俄欧相互保持经济交流 而不是搞军事排他性小圈子 这就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战争隐患 另外一位叫丰裕润泽 他说都是狐狸啊 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找合作项目 美国也是希望中国恢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制度 还希望从中余力 获取资源和财富 则是商人的本质 至于政治制度与它合干 有了利益 就会说中国人的国政外人无权干涉 最后是属属是m 啊属属是me 与中国这样的国家 有所谓真正国际关系 恐怕也只有俄罗斯了吧 哪有谁给他走得这么近呢 就连去法国访问也是很久就再来一次的样子 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王元刚 宋国成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